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iablo永生不鲁 终于在上个星期正式在美国等地区上市 而港台澳等地区就要等到6月底 大家好 我是Laman 相信有不少玩家已经急不及待想尽快玩到这款游戏 如果你没什么耐性等到6月底的话 我今次又整合了iOS、PC及Android三个平台 如何尽快去偷渡玩这款游戏 事不宜迟 Let's go 啦 在开始正片之前看影片的你们 如果想知道更多科技潮密好玩生活资讯 记得立即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按下小铃铛 由于这款游戏暂时还未在港台澳地区推出 假如你申请暴雪帐户的时候 选了这三个地区的话 虽然手机版可以直接订阅来玩 在PC版就会显示暂时无法游戏 假如你是打算玩跨平台或者专攻PC版的玩家 那你可能就要专专开一个新的外国暴雪帐户 这部分也没什么特别 跟着步骤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多作介绍 不过需要留意一下 目前在日伏美伏的进度 都不可以带去之后推出的香港 或者其他亚太区server 如果想和朋友一起玩 或者会课金的话就需要取写一下 而以下三部分就将会分别针对Android iOS 进入PC三个不同平台 一步一步介绍 怎样去下转游戏 又成功进入游戏 想看怎样下转的话 就可以分别跳到以下的时间点 Google Play在下载App的方面 由于会有傻区的问题出现 而今次靠转区的方法 又会有一年一次的限制 所以都是先建议大家用一个新的Gmail 转换成外国帐户 第一步首先用VPN转换成外国IP 如果本身没有用VPN的习惯的话 那时面上也会有各种各样免费的VPN 而今次就用了OpenVPN作为例子 由于连接的方法都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回留言区条链 连接VPN成功之后 先在设定按应用情色 再按Google Play的位置 选择储存位置 清除资料按OK 回到Google Play那边 打开左上角的清单 再按设定一般 再按一下账户编号设定 转换到对应的Play Store 就可以断开VPN大功告成 除此之后 你就可以在下载榜手 看到我们今次下载的Diablo手机版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若觉得上述方法太麻烦的话 坊间也会有不少第三方平台 直接提供外国手机Game的APK下载或者更新 想找可尚的平台 就可以找台湾的QOO App下载就可以了 除了下载之外 它也支援了更新APP的功能 入手门眼方面就会比转区低不少 而iOS要转区的时候 先在Apple IDEA为字简 媒体要购买项目 之后再按一下检视账号 国家或地区 再按更改国家或地区 之后就找一下你想转换野地国家 今次我们就把App Store 转换到日本为例 之后就要填写一些个人资料 不想入信用卡资料的话 直接按下面的like就可以了 如果要入名入片假名或评假名的时候 就可以用以下这个网址 在这个网址上 只要输入自己的名字 就会立即转换到你的对应的评假名 入片假名 在地址方面 适当或日本的酒店地址 跟着填就可以了 等一等之后 就可以成功转换到外国的App Store 搜寻清单那里 直接打到Diablo 那就轻松下输了 在iOS 加入Android 两大手机平台 下输完完这个游戏之后 只要将上文 提及到申请的外国部署 account 登入了之后 就可以立即玩了 整体来说步骤也不算多 刚刚介绍的转区大法 亦都有给大家日后 轻松玩到提供的外国手机游戏 长远来说 就可以解决到不少不便 而PC版就要比较麻烦一点 由于游戏可不可以成功下输或者启动 是根据Battle 分别识别 币户申请地区 以及目前IP所在地区决定 因此没有VPN的朋友 又要再次下输VPN了 我今次又推荐大家用各 蜡烛波大学的VPNGaith 它是免费之余 用法也十分之简单 下输之后只需要按公共VPN 中介服务器 就可以见到可以连接的VPN 因为网速的考虑选择 我今次就会用网速比较快的日本地区 在点选同二入确定之后 在注介面就见到成功连接 接着就可以打开Battle 用刚才申请的外国部署 account 登入了之后就可以见到Diablo永生不老的选择 就变成可以下载 因为全程都要连接着VPN 而且速度都颇慢了 就要用上很多时间 恒好在巴哈那里就是一个网友直接提供的exe档 可以给大家在没VPN的情况之下 多安装个游戏可以省到不少的时间 如果你刚才是没VPN下载的游戏的话 下载完之后你要见到Play的按钮会无法成功按下去 因此你就关了BattleLack 连个VPN重新进货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开始游戏玩了 不过在开玩游戏那部分就需要用上少少时间 这个就需要大家耐心地等待 如果你在Lock in或者登入的时候 不幸遵守神见到以下两个画面的话 就要在VPN机那里 另外再找个日本地区的IP连接 直到成功见到这个主画面 就断开VPN开心地打到天分地暗 这个偷渡玩PC版的方法 唯一比较麻烦一点的就是 每次都必须连VPN和主画面才可以打机 但换来的就是可以享有最高4K at 120Hz的画面 二合更加好的操作手感 在家的话 但是呢 我就觉得更值得用PC去玩了 这次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想玩永生不老的大家 现在大家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妨留言告诉我 我是Lock in 在之后我再分享一些我对这个机器的感想 想知道它是好是坏 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like and share这条片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有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utler Nice investments 唯一 猪一 爱 емся 小铃铛 其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